因为它有四分钟 所以我们为了公平起见 我们就会把它看到 大家好,我是Tim 这是第一次参加大宗 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个 我们在开发批误时发现的好东西 叫Discourse Graph 那我们在学习或是进行研究时 常见的流程是观察 发现和提出问题 然后接着可能就是不断的重复这个流程 那Discourse Graph呢是帮助我们在研究 思考时能够更有系统的 将这些问题观察 还有想法能够结构化的记录下来 这样我们的思路能够更清晰 然后当别人要参与贡献或是讨论时 也能够更快速的进入这个状态 那Discourse Graph呢是由 Crotocolab所支持的 那主要由这几个Node说 还有它们之间的关系所构成 第一个Node呢是Question 也就是我们在研究时产生的疑问 然后Synthesis在研究时产生的假设 还有Observation 就是我们依Contact Snippet 观察时所发现的一些现象或是想法 那Contact Snippet呢 就是所谓的实际的实验数据 然后表格照片 还有我们是引用别人的论文 这个论文也是算是在这其中 那整个流程大概是怎样呢 举例来说我们可能 我经历了 这样捕傻 哇 我原本想说它可能变抗轻轻 变成144匹 对变成144匹 我记得之前有讲过一个笑话就是 我记得之前有讲过一个笑话就是 就是1970年代的时候大家都想象未来就是会有什么飞天汽车啊 然后这个那个 然后但是在2023年的今天我们都还在研究为什么YouTube影片放不出来 然后为什么网络讯号 大家好我是Tim 这是第一次参与 Tim的感染率 是不是一样高呢 那这时候这就是我们开始学 然后我们可能会去看一些资料 那我们可能看到一个数据是 当 国小或者国中开学之后感染个数急速的上升 那这可能就是我们的Contact Snippet 那这个就会让我们有个Observation 就是说好 小孩可能感染率真的比大人还高 那这就是我们一个Synthesis 那同时我们可能又看到另外一个数据是说 在托儿所或是小孩的日照中心中感染率是比平均还低的 那这又会让我们有另外一个Observation或是Claim 就是说其实小孩的感染率是比较低的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在整个Discourse Graph呢 其实会有不同的Question或是Observation或是Claim 不会只有一个 那而且他们之间的立场是有可能直呼之力 那经由这样子结构化的记录呢 我们就可以避免说我们可能在研究过程中的一些 想法或是疑问会遗失掉 那Plocal Lab呢也依据了这个协议去在一些 一些笔记软体上做了一些发并 让我们可以更方便的依据这个架构去做一些记录 像是在Lone Research上面 可能就做一个还蛮好用的发并 那未来呢我们P-Lews也会依据这个Discourse Graph呢 去做一些有趣的应用 然后或是在这之上做一些激励机制 让大家可以更方便或是说更有动力的去 与不同的人去互相讨论或者研究 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 好 谢谢 下一个